港币如果换成人民币的话 那这部分人民币是属于离岸人民币 还属于在岸人民币 如果是离岸人民币的话 那离岸汇率会不会大幅度贬值呢 一定是离岸人民币 据我所知 40多个国家要脱离美元脱钩 变成伊朗的货币计划 也就是说日元啊 人民币也感觉是几十个国家的币 就是不跟美元在一起 因为美元这个长臂管家法 就每个人都害怕 就是说财富人不安全 这是一个是最牛的 也是政治上大家统一的 就是这次美元给搞了个全世界的 所有人都觉得货币不安全 控制了一个国家的财富 就控制这个国家的一切 包括台湾 台湾也 台湾现在是当小三儿没选择 如果台湾也能选择的话 一定也是脱离的 这就给了共产党一个机会 就是大家想财富安全 台湾就有一揽子计划 啥要一揽子就要做 各种币都放在一起 我会压一个上去 这几乎是这些国家的东西 所有人 人民币会成为一部分 到昨天我听说 已经是47个国家加入了 这47个国家 人民币是它一部分 但是它会是欧元啊 英镑啊 什么什么的 当年欧元不叫代替美元吗 结果是没整成吗 是吧 整个半死的给它 那么现在呢 这个伊朗的计划会一度时间会上去 但是今年年底美国 共和党拿回这个医院以后 拿回House以后 接下来2024年 我觉得美国一定是要恢复 收复美元失去的霸权地位 这个时候它一定是数字货币 我允许你发行 也就是给你留个足够的货币安全的空间 但是美元还要霸权 那时候人民币就真的值得 但是共产党也快买了 这一文不值 这些所谓一篮子的货币 我估计大多数都会消失 还得回到这个地方 允许你有数字货币 但是你必须有还得跟到美元 台里面就选择这是一场数字货币大战 那么这次香港的呢 一定是离岸人 我认为不会大贬 甚至会涨 不会贬 但是它谈话一线 也就是今年年线到2024年 拉丘岛啥都没有 然后共产党就没了 这是天意的设计 就像国民党没有一样 国民党就是搞货币 印新券 代金券 然后最后台湾完了 共产党就走了个劳 最后就自己一定是偷住货币 然后搞稳定 它既不能涨太快 也不能比安太快 因为它被人家认为是个稳定货币了 它自己不傻呀 它不能太大的涨 但是我认为只会 升职不会太大的涨